部分在這次709的整個程序中有許多違法的地方 對那我們待會就是我們首先的流程是 我們會先播放一個709家屬的一個錄影的發言 他在發言中會闡述一下他們的狀況 然後他們去控告的情形 然後他們所在這個整個過程中所面臨到的一些違法的狀況 那等等我們就是會請與會的來賓這樣發言 好那我們首先先從影片播放 其實我們這次到中國的最高檢 是控告的內容是跟上次有所區別的 因為7月4號我們當時是五位親戚的家屬 還有一位談戀醫師的太太 我們控告的那次 而最高檢的檢察官給我們的回覆是 讓我們回到天一市檢察院去控告 我們要控告的這些機關部門 那在8月份我們回到天津市檢察院遞交 當時我陪李文祖女士和他的律師來遞交這個控告信的時候 天津市檢察院有事不肯 現場不肯接收材料 那我們沒辦法無奈就再一次在昨天 今天兩天來最高檢 想把我們的材料遞交上去 我們控告的有四個部門 一個是天津市國安局 他在偵查活動中嚴重違法 另外一個是天津市檢察院 他糾正他應該監督的這些部門的 違法的這些偵查行為